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来你看我这个怎么了 它这个橡皮树 你像很多话我讲大绿植呢 它都不怎么施肥的 你对于这个大绿植的施肥怎么看待 就是人一天是吃三顿饭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我说的是那种营养液和素效肥类似的 你像土壤里面呢 它大多都是有一定养肺的 你像有上一年两年的不施肥 它可能你看不出个什么来 就像我大舅子你说 你一个月不给它吃饭 是吧 一个月不给它吃饭 你给它花生瓜子矿泉水 是吧 或者给它扔垃圾站旁边 它也饿不死 那时候也一样 但是它状态就不好了 明白了吗 你像养化 养得活养不活全看你浇水 其实养得好不好忘不忘 就看人为的施肥 还有修剪啊 包括松土啊这些个了 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年久失修 没怎么管理过的事 人为的介入一下 管理一下 用点肥料会长得更好 虎尾是长得了 虎尾天门中 目测的话是天气冷的事 你可以种到地上 不治而遇 又或者是换个大一点的盆 给它上去肥料 在这个春天 它会长得很快的 尤其到了秋天 长得也很快 而夏天就长得稍慢一点 懂得个事啊 它不怕晒 它除了这个 低于零下五度有风险 其他问题都不大 下个周保说 龟碧如天太冷 冻烂了 冻烂了这个就救不了了 上面那一截没冻烂的 你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 你看龟碧如跟春雨 都是类似的 都可以这种切段繁殖 一段一段的那个段 切段 切成一段一段 只要下面带着气 给你摁到土里面就能活 明白了吗 初保 希望能帮助到你 下个周保说 三角梅开完以后长新叶 这种就是黄化病 到了人身上就叫营养不良 黄化病 这个不是黄化病啊 这个是天生的就这么黄 黄化病的话 是原本长出来的叶子绿绿的 现在长出来的却黄黄的 那种就是黄化病了 就营养不良贫血 这个可以修剪 然后施肥 记得用点杀菌药 懂个事就好 下个周保说 茉莉花不见长 叶子跟咬过的一样 咋回事 这个确确实实是被咬过了 被虫子咬过了 修剪修剪 晒晒太阳 茉莉是不怕晒的 给上肥料 茉莉喜欢大阳光 大水 大肥 像米兰 枝子 茉莉 九里香 这些都是大阳光 大水 大肥 你猛劲招呼就行了 就会长得很好 希望能帮助到你 记得修剪就行了 茉莉耐修剪 也爱修剪 结果不错 就点关注啊 老花一会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咬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咬花最人一 拜拜 吃吧 嗨 嘿嘿 嘿嘿